黑板上这个谁写的 狗咬女东斌 狗为什么要咬女东斌 谁知道 王小强你先说 老师 那他是不是一条疯的 我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 狗咬 其实是个人名 是这两个字 跟那个狗是没关系 本来 狗咬这个人从小家境贫寒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的他 就介入在女东斌家里面 在狗咬结婚的时候 一向政治的女东斌 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新娘娶过来以后 要先陪自己三天 狗咬当时想 这哥们不厚的 我娶的老婆 为什么要陪你三天呢 会不会咬了咬牙 还是答应了 谁叫自己家里面穷呢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天 狗咬终于见得了新娘 新娘就在那哭诉 为何郎君三夜只是读书 天黑而来 天明而去 狗咬这个时候才明白 原来错过了女东斌 女东斌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方式 激励他好好读书 不要贪荒 后来狗咬真的就是金榜提名了 做了大官 又过了几年 女东斌家里面失火了 烧得一塌糊涂 什么都没有了 女东斌就去找狗咬求助 狗咬就好几好肉的款待他 但一直就不提 怎么去救助他 女东斌这么想 这好几天了 我算是吃饱了喝足了 但我家里面还有一家老小 还等着救命 你这哥们到底要救还是不救 不说话 那说明就不想救 那就还是回去吧 然后他就回到村里面去了 回到村里面一看 家里面的房子就翻盖了 然后看到妻子在扶着一颗棺材在那哭 然后他妻子一看到他回来了 吓一跳 因为别人告诉他 女东斌在路上饿死了 好心人用棺材把他拉回来了 还看他活了 当然吓一跳 然后女东斌一气之下 就把那个棺材给劈开了 劈开一看 里面全部是金银财宝 还留了一封信 信上写的 狗咬不是父亲狼 陆送银加盖房 你让我戚守空伐 我让你戚 哭断肠 女东斌这个时候才明白 原来狗咬早有安排 错怪他了 其实他们两个都在默默地为对方付出 只是被表面的一些现象给蒙蔽了而已 从此以后就有了狗咬女东斌 不是好人心这个说法 传着传着就成了被狗咬了 我们所有的同学也要记住了 做事情的时候不能光看表面 路咬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听了没有 更多热点上今日图条